詹姆斯登基前的日子,133歲07个月的第一人,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坐了很久了。 从18岁开启戎马生涯15年的沙场岁月,告诉他这样一件事前好证。 王楠座,2016年,当时天下人都在大喊以后的天下幸迹了。 辛苦的小娃娃要登基了,他没有说话说话不能给克利夫完成。 带来什么?奥克兰城下,他带着自己的小兄弟欧文声声凿穿了勇士们的长城西高祖类拜余语,而一战壁之三人渐渐年长,就喜欢回想以前的事。 尤其是,当他威名上在雀羽帮座渐行渐远的时候,或许他会再一次坐上去或许,他该退下了沐浴在偏使城的阳光与沙滩里。 他想起了从前在南海岸的日子,四南海岸的日子,着实难望那是他第一次享受最高的荣耀,第一次真正接受第一人的称呼,也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个位子,真的不好。 坐顶着小皇帝的帽子没登基的时候,天下非议,云云,真的居临天下了依旧狼烟四起,欲戴习惯,必成其宠武。 在把日子,往回调拨,来到我们故事发生的,2007年,那时,他还不到23岁是他,第一次离那个王座那么近近的好像在走两步就可以坐上去了,那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几步路,走了整整五年六老兵匹们是不流行面的。 那支黑白相见的军队,有一半的人都是老兵,替他们知道该怎么慢慢折磨你这小年轻,就像他们刚刚屠戮凤凰城那样,风都偏偏的,那时没逃过这一劫,风华正茂的詹姆斯也没逃,过之留下那句,未来是你的。 七赶紧晃晃脑袋,把那些穿着黑白战袍的家伙们,忘掉这些个老家伙,就算江湖没有了,他们却依然每天都流传着他们的传说。 2007年如果没有马次军团的强势阻击,是很美妙的一年小皇帝,登基,军临天下多棒,巴一想到这老皇帝,就想起了与底特律的那场战役,那场战役,就没人觉得他会赢那可是底特律汽车城,摧毁粉碎过紫金王朝的底特律。 尽管底特律不动如山的诈是大奔走了,但是却来了潇洒的克利斯,没人觉得这只活塞变弱了相反的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畅想又一场马次与活塞的对决。 九,就在这样的社会传言里小皇帝和他的小兄弟们迎来了底特律人凶神恶煞的进犯前四场,战把双方难分胜负一边,而是纵横江湖数载的老炮儿争过天下,也得过天下一边而是出出茅庐的小皇帝,该轮到他的天下了十天王山下一处击发这一战,旷古说金这一战,难解难分战至最后,两边而弹尽两绝,唯有一人匹马单枪, 在底特律城往来如飞一面金旗迎风飞舞,上书,勒布朗詹姆斯那是人们第一次觉得这个人,总有一天会坐拥天下,而后来当马自那位说出未来是你的,的时候也没有人反对如果说2012年才算是登基,那么2007年,就铺下了这条通向宝座的红毯书窟之间,一十一年以,你还记得吗?